本文身和初级以上健身爱好者,内容标签,之后鸡群解决流程正确逻辑,原著,Christian Ciboldo,编译,陆四一,你至少有一个落后与整体发展的肌肉群,这让你很壮狂,无论你尝试什么,都无法解决它。 我理解你的沮丧,因为我自己也被这种事情困扰,曾有多年,我的胸部和背阔肌,远远落后,与我的三角肌和斜方肌菱形,我似乎做了所有正确的事情,它们的成长速度,没有我的其他肌肉那么快,这是因为我的奥林匹克几重背景,在举重专项训练中,三角肌和斜方肌总是被动用,而胸肌是最不活跃的, 背阔肌也通常扮演着配角,结果是,我在使用我的三角肌和斜方肌时总是非常高效,这意味着我更擅长目击它们的快肌行为,而我在目击胸肌和背阔肌时效率很低,每次我做划船动作时,我的斜方肌,菱形肌和后三角肌后竖都会占据主导,每次我做一个伤着推类动作时,我的三角肌和共三头肌,都会承担大部分, 最终我使用了几种策略解决了问题,但花费了很长时间,因为起初我并没有一个好的计划,不得不从零开始摸索。 不过好处在于,我现在可以利用这段经验,与你分享五种提升最后肌群的方法,无论是处于美观,上病预防还是提高运动表现,修复薄弱环节都是实现目标的最重要因素。 五个等级,我相信一种系统的,合乎龙肌的方法,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使用核武器般的专箱计划,到达增加最后肌群的训练频率和训练量。 同时把其他的肌肉群放在保质级别上,这样你很可能会做一大堆垃圾动作,而冷落,或那些有效的基本动作,我们应该尝试用最少的变化来解决问题。 简单的增加更多训练量,是一种粗疏的做事方式,这种方式可能会在某一时刻派上用场,但在采用它之前,你可以有很多替代方案,毕竟,单纯的提高训练量是有代价的,这就是我设计了五级方法的原因,我会按照顺序来进行改进。 换句话说,如果问题处在第二级,我不会使用第五级的方法,这些层级不仅仅是一种战略,也能够建立你对各种训练动作的洞察。 我的一位尊身导师曾经说过,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动作存在的理由,或者它不是你想要做的最好选择,那么就去掉它。 大部分人没有这种观念,他们选择某些动作的理由,可能,是因为看见健身房某个大块头也这么做,或者看见某络上某人这么做,这些都不是选择一个动作的正确理由。 你应该用基于逻辑的方法来避开那些弯路,提升滞后肌群,否则,你会一直处在坏得坏势的状态。 通过五级方法,你去除了猜测成分。 第一级,修复明显的缺陷。 当你有一个滞后的肌肉群时,首先要排除那些可能直接妨碍特定肌肉生长的原因。 A,如果你没有给某个部位安排足够的训练量,或没有足够努力去训练,那么它的滞后也就不足为奇了。 比如那些只练上肢不怎么练下肢的人是很常见的,他们喜欢每周直接或间接的训练上肢肌群三次以上,但腿部却只有一次或更少。 且并不如训练上肢那么卖力。 有些人痴迷大重量多关节动作,基本不做鼓励动作。 这些可以理解。 因为我训练举重时也是这种思维。 没错,你可以通过多关节动作发炸手臂和三角肌的小肌肉。 但除非你的手臂和三角肌天生就很强势。 你依然需要一些鼓励动作,来最大化这些小肌肉的增长。 另一些人仅仅是不喜欢训练某些肌肉,他们会强迫自己去训练。 但却不喜欢训练过程,想征信地完成。 事实是,当你不喜欢某件事的时候,你会下意识地退缩。 如果你在训练某块肌肉,时连续多年都比较退缩,那么它的滞后是理所当然的。 B,你可能受伤了,或有伤病时,从而降低了某些肌肉的激活或导致带畅肌质,使用其他肌肉的工作来替代有问题的肌肉。 这两种情况,都会使自己肌肉变得更加困难。 C,这可能是一个神经问题,例如,我的C5C6和C7颈椎神经受压,导致我的弓三头肌和三角肌后数萎缩。 这也会导致带肠肌质即使在问题解决之后也会持续一段时间,这使得刺激肌肉生长变得困难。 B,如果你使用不良的动作形式,太多的作弊动作或过小的运动范围,也会严重限制肌肉的生长。 我常常看到那些胳膊比我小似阴顺的人也许更多,弯曲的重量却比我要大得多,动作形式糟糕,没有心机链接,局部运动幅度。 因此,在采取先进的方法来修复一个之后肌肉之前,先程实地审视,你自己和你的训练。 第二集,选择更好的专项动作。 原则很简单,如果你在做动作时没有感觉到目标肌肉的收缩,或者在一组训练之后没有获得正确的蹦感,那么这个动作对你来说是不合适的。 即使你的朋友,一篇文章《健身房的大人物》,甚至是专家都在追捧这个动作,如果你在实操时感觉不到目标肌肉,那么它就没有什么作用。 问题在于,不同人身体的生物力学结构是不同的,四肢长短不同,骨骨定骨比例不同,弓骨饶骨比例不同。 有些人的肩占主导地位,有些人则只有或肚脂配肩的胸肌,有些人是骨似头肌主导,而另一些则有更强的后练肌群。 当你做动作的时候,你的身体总是会寻找最简单和最有效率的解决方案,意味着你总是会动用到你更擅长使用的肌肉。 因此,如果你的三脚肌比胸肌强壮得多,大多数的卧推动作,都不会给胸部造成银血压力,除非一个是当隔离肩部的下斜卧推。 所以当你处于这个成绩时,你必须仔细检查你的动作选择。 第三集,总体动作的选择。 一种被低缩的提升入区方法是,在训练其他肌肉时,选择那些与你之后肌群有关的动作。 举个例子,如果你想要改善你的斜方肌,你可能要在练腿的时候使用则齐伸蹲或缓形改善蹲,而不是紧后深蹲。 且两者在深蹲的同时也让斜方肌大量参与。 更高次数的肩部蹲俩会有帮助,因为斜方肌的持续紧张,时间会达到40秒以上,导致其更好的击肥大效果。 其他例子,最后的攻二头肌,在拉肋动作中,使用更多的反手握法。 在腿部训练中,使用则齐伸蹲和高脚背伸蹲,在肩部训练中,使用反手前平曲。 在心方肌训练中,用站姿绳索织立划船代替抗领耸肩。 最后的攻三头肌,在训练胸部和筋部时加入更多推来动作,并使用更赞的握具。 在训练背部时,使用加入直臂下压和仰握上拉,训练斜方肌时尝试过顶耸肩。 最后的三脚肌,训练胸部时使用更多小鞋动作,训练背部时使用更多水平挖。 训练攻二头肌时使用上鞋甲铃弯举和上鞋垂弯举。 训练攻三头肌时使用上鞋转具握推和双肝必须伸。 训练下肢时使用较高次数高脚背深蹲,让三脚肌处于更长持续紧张时间。 最后的小腿,在训练中加入更多站姿动作。 在体能训练中加入大量搬运和推重五的动作。 在三脚肌训练中使用借力推曲。 在背部训练中加入身体直立状态下启动的高翻。 之后的骨绳肌和臀部。 在背部训练中使用宽握具硬拉,山仰挺身。 在斜方肌训练中使用大重量送肌。 在体能训练中加入大量推足力翘训练。 最后的骨子投机,在背部训练中使用各种硬拉辨识。 在肩部训练中使用借力推曲,做更多站姿训练。 第四集,神经重组。 刺激肌肉生长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提高它的目击和收缩效率。 我的骨子投机特别高达,因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我能蹲着马不看电视。 并常年有这个癖好,我也打了十年的篮球。 所以骨子投机常常处于压力之下,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进行重物训练。 但我只愿腿。 当时我认为只要腿部足够强壮,我就能跑得更快。 所以我每周训练五次腿部,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目击实践,导致我再次鸡骨子投机,时变得非常有效率。 我的前女友是国际级的健美运动员,她在农场工作过多年,常常一整天都在搬东西。 结果是她的背部和手臂非常发达,我还可以继续举许多例子。 在这里的关键是你练习收缩,某块肌肉的频率越高,你就越能更好地收缩它,越容易刺激它生长。 如果你有一个滞后的肌肉群,很可能是因为你讨厌收缩它,你的心肌链接效率很低,很难获得一个强大的局部迸感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,提升之后肌群需要重新编排计划,训练你的神经系统在目击和收缩,目快肌肉方面变得更有效率。 首先要记住,收缩肌肉是一种运动技能,而运动学习最重要的是练习的频率,你必须每天使用它。 如果可能的话,在实践中,这意味着在每天训练,无论你当天练什么,都要选择一个顾虑动作额外训练这个之后的肌肉群。 你不需要追求训练量,也不需要在训练强度上全力以赴,用足够的重量来感受它。 但不要用到做出欺骗动作,在开始的时候,使用较慢的速度,会让你更容易专注于收缩。 第五集,专业化阶段,专业化训练是一种精进的方法,重点发展一个,或两个之后的肌肉群。 要做到这一点,你要同时使用高训练频率和高训练量,你必须遵循下四项原则。 一,大大减少其他肌肉群的工作负荷,将肌降低到保质水平,以补偿重点肌肉的训练量增加。 当涉及到与重点肌肉相协同的肌肉群食,这一点尤其重要。 例如,如果你要专门提升你的三角肌,那么胸肌和共三头肌的训练量都必须降低。 二,统一时期内建专注于一到两个肌肉,将大部分的恢复能力能量投入到一到两个肌肉生长的过程中。 如果你关注了三到四块肌肉,就不会得到良好的效果,而且最终会因为超出恢复能力而无法取得进展。 三,加入更多的孤立动作,之后肌肉群是你在目击和收缩方面效率不高的一部分。 因此,当你做大型多关节动作时,你更有可能用其他更有效率的肌肉进行补偿,所以大部分的动作应该是孤立的,以最大限度的刺激之后肌群。 四,这种特殊阶段最多只能持续三到四周,一旦你停止了这个阶段,身体获得超量补偿时,重大进步就会发生。 它还会使你所有的后续训练能更有效的动用这些肌肉,因为你已经上了弱势肌肉的心肌链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